大家好,我叫陳家翔 今天參加的是酒獎最後一堂 其實還蠻開心可以上酒獎的 因為過去我只想賺快錢賺差價那種人 所以關於那時候一講出股票可以學習的時候 就一頭六只想去學股票賺差價那種快錢 這可能跟我家裡有關嘛 因為我家裡是S向線的 所以我們賺的都基本是快錢 還想賺快錢還沒有那種資產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上完酒獎之後讓我改變很多的一點 就是讓我推快錢以及大錢的那些定義改變很多的觀念 好,今天挑戰的是第三關、第五關還有第七關 還有第四關 其實我挑戰的運氣真的還不錯 還蠻順利的 但我覺得在遊戲中我發現一點就是 當遇到很多投資客或是一些企業家 他們看到資產的時候其實 其實會很競爭 就很急著想爭取 我覺得現實生活也是這樣 就是你看到好好的物件的時候 別人也看得到 所以你更要立即判斷才不會錯失這個機會 而且這關很像我自己的家庭 雖然一直在賺錢 但也害怕風險 所以不敢去貸款 不敢去背債 所以到五六十歲就像我媽 目前這樣 還一直在賺錢 一直在賺S的錢 還一直怕就是日後沒有錢 可以去付一些房貸 不是房貸 又是一些租金還有食物上的費用 走不出勞食圈 所以這關讓我連結就是我家的部分 很有體會 那第五關的部分 在這關的時候我發現 當我有時間壓力 還發現自己一直在失誤的時候 這種情緒會無法壓制下來 而且是負面上一直累積的 但我一直試圖是把自己 讓自己保持冷靜 但我真的無法 可能是我因為今天也可能也太累 或是負面情緒累加 導致我無法冷靜的思考 一直發生失誤 但是這個關鍵 在這場裡面我至少損失了快 二十萬美金吧 雖然我倒說到後面還是跳得出來 但意識到自己 不斷負面累積 就會容易錯失判斷 所以這是我自己最大的敗筆 可能是我抗壓力還不夠 所以還有在磨練 而這關要連結的話 是我現實生活 這很像瓦貝 雖然他可以借貸 他很敢借貸 他很會賺錢 但是他一直都 沒有買進他 沒有買進一個會賺錢的資產 是買進他認為這東西是資產的東西 就是一直擺著 他還每年就是 付一些房子的利息之類的 所以這關比起來跟上一關 我覺得這關更需要一個明確的目標 還有更需要機敏度 接下來是 第七關的部分 這關讓我學習到真的還蠻多的 因為這關一開始的時候不能借貸 不能借貸 而且也不能做買賣 這比之前玩的時候還更困難 而且我發現我前面時間花太久了 所以今天沒跳出來 只能說就是 我還有很多地方 該進步的空間 或許我前面關卡不失誤 還把因果推到往前的話 就是不失誤的話 或許我還今天可以 成功的跳出來 所以這裡發現 創意家厲害的地方 他們要承受很多的失敗 還去尋找很微小的機會 而且還決定環境 就是 就是 希望環境中 還是一直保持就是一個希望的態度 去尋找一些機會 還一直保持自己的信念 有往之前 我想今天 這是我最大的感悟 也讓我明白 要前往B上線 還需要哪些能耐 明白自己 還有很多渺小的地方 我想會 我會繼續努力學習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